为什么两座牌坊会孤零零地树立在紫金山的脚下 竟然它俩还是民国建筑 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故事 这是一座拥有90多年历史的钢筋混凝土胶筑的单开间牌坊 两根祥云纹的柱头 牌坊的匾额上还写着棒球场三个字 牌匾的下方还有卷页纹的装饰 原来这是民国首都中央体育场棒球场的大门旧址 东边的牌坊破损的稍微严重一些 我们已经能看到裸露的钢筋了 在牌坊大门的内侧 我们还可以看到三对铁制的门栓 中央体育场棒球场由于长时间被民居淹没 直到2007年才被发现 它呈扇形平面 场内的半径为85米 它一山而建 利用东北面的山坡做看台 可以容纳4000余人 入口正对着本垒 场外设有两座正方形的售票亭和两座牌坊 为了避免妨碍观众的视线 运动员休息室的地平低于地面 设计的非常的科学 中央体育场1931年建成 由建筑家杨廷宝先生设计 内部建筑分为田径场游泳池 国术场 篮球场 棒球场 网球场 还有排球场等 占地约1000亩 可容纳观众6万余人 排坊作为中国传统建筑 杨廷宝先生在体育场经常用作空间入口环节 标识导向之用 棒球运动其实在上世纪初 还是颇受人们欢迎的 如今喜欢棒球的朋友 也经常在这练习 发现南京跟飞哥一起行走 感谢观看